8月29日消息 行业利好密集出台 有八大板块有望成为A股明日风口 会上 敖伯、洛实等机器人整机企业 介绍了发展情况 以及对关键零部件的需求和痛点 绿的、正康、顾高等机器人零部件生产企业 介绍了产品创新、应用推广情况等 利好板块 交易相关概念股 日前自然资源部回复了政协委员的提案 明确支持国内铁矿市资源的开发 答复韩称 下一步 我不将继续强化基础地质工作 将铁矿列为战略性矿产 国内找矿行动主攻矿种 以规模大 一才选的安山式陈基变质型铁矿 攀植花式繁泰瓷铁矿 以及品位较高的锡卡岩形铁矿为重点突破方向 提升基础地质工作程度 悠闲可供出让的勘查区块 加大探矿前出让力度 费量 费量